另外高雄有一名男子向前妻催讨手机不成 竟然涉嫌伙同90岁的大楼管理员 合力就推撞怀孕七周的前妻 结果导致她流产 尽管张姓管理员一再澄清 当时她是劝驾没有动粗 但检方调查之后还是将两个人依伤害罪起诉 而她也成为高雄地检署成立至今最年长的起诉被告 被指控和孕妇流产 90岁的张老先生出面喊冤 事发地点就是在这栋大楼的电梯前 今年4月黄姓男子因为向前妻张姓夫人 所讨手机不成起了争执 起诉诉指出当时担任管理员的张老先生 生生缘男子还合力推撞妇人 导致她流产 事发后黄姓男子和妇人仍然住在一起 面对媒体男子情绪激动 强调是前妻要提告她也没办法 而高雄地检署在调查后 依伤害罪起诉她和张老先生 尽管张老先生一再澄清但对方仍然坚持提告 让他成了高雄地检署成立至今最高龄的起诉被告 军选基建红原方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